M6的新版本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開箱這個M6的新版本 2022年的新版本M6 我們由之前的盒子開始講起 跟classic版的M6的尺寸是一樣的 我都想不到這個盒子現在是做到這麼小 其實也好的 方便去收藏 一樣寫著是light的 跟之前的造型是一樣的顏色和圖案的配搭 裡面就有一個小盒子 這個小盒子裡面是有什麼在呢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裡面首先有一個電池蓋 這個電池蓋用下的朋友都知道 用久了有機會是因為流電池水 影響到變成生得同樂 可能會扭爛了或者接觸不良 有多個試卑是非常好的 還有一顆電池 可能我們很多時候會用LR44 而這一顆就是兩顆LR44 在一起的 這一顆就叫CR1斜撇3N 我也很少聽過這個名字 另外呢 就是一個Menu Menu裡面都是一些例牌的講解 有多國語言 一本說明書 還有一些Certificate 有兩本仔的 還有一些補充的內容 這個就是這個盒子裡面放的東西 對啦 然後呢 就是有一條背帶 這個背帶的包裝的方式 跟之前那個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帶呢 跟之前那條呢 就很不同了 但是這條帶我又猜不到 它竟然是寫Light Card 不是寫Light 這個東西就有點不太適合了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人造皮的背帶來的 看上去的質感呢 跟M11那個是非常接近的 只不過它摺到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就是一個背帶了 OK 那重點啦 這部機 對了 這個就是M6的部機 那部機呢 那蓋子也是用回 現在一般的M10 M11的蓋子 那都是寫Light Card 不是寫Light的 那章寫著Light 那一樣寫著Leica M6 那在頂部就黑了字 East Lights Wessler Germany 然後有個Shutter Speed Dial 這個是一個小的Dial 來的 那跟著呢 就有一個拍到的一張照片 的Counter 看到的地方了 還有一個小攪盤 那這個是一個斜的攪盤來的 那這個方面呢 就會快過MP的版本 那這個見人見智了 看看你喜歡Elegant些 還是喜歡這種方便少少的設計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版本呢 跟第一代早期的M6呢 是一樣的 就是 之前很多呢 都是有一個小的膠在那裡的 而這個呢 就沒有一個膠在那裡頂住的 那兩邊都是一樣的 那耳朵呢 就是銀的 那另外呢 這部機呢 是重一點點的 因為呢 它是一個黃銅的機頂 和機底的 就做了啞黑色 那這個機底呢 都是好像現在的數碼機一樣 有些字啊 一些東西寫了在那裡的 那跟早期的M6呢 就是不同了 跟卡食版是不同的 那我們打開它之後 之後呢 那都是跟之前一樣的 是教了你 然後呢 那其他東西都是 差不多了 還有呢 就是那個 i-piece 那個地方呢 我覺得是 它這個是小一點的 可以用回傳統的尺寸 至於 比如說M11 和M10呢 它那個應該是大一點的 它那個是要用另外一個的 而這個是用到的 我們會放大一點來對焦 那有一個1.25X 那這個1.25X呢 如果是下去M11 M10呢 是需要加一個 調節才能用到的 那我試一下呢 這個會不會用到呢 如果用到的話 就小於M11的版本的了 用到喔 是啊 那這個1.25X 和1.4X呢 都是直接用到的 就是證明呢 這個其實它的尺寸呢 是小於M11系列的尺寸的 少少了 那跟著呢 那你可能會覺得 喂 這部M6 和9部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拿了兩部 比較了 到底它們的差異有多少 現在你看到呢 就是兩部M6 一部呢 就是卡石版一部 是2022的版本 真的外觀上呢 是非常相似的 按鍵的位置一樣 這個是拍完相片 就是我們要製造的 電池箱 那是電池箱 那是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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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看用什麼鏡頭 那是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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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電池箱 我們看看電池箱 那是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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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也是 因為它可以用兩顆 LE F44 是的 電池箱的造型一模一樣 接著機頂也是幾乎一樣 只不過這部M6的版本就在頂上沒有黑字 這部就黑了字 另外的Counter一樣 接著後面也是一樣 只是一點點的不同就是它的字形大小 新版本就是字形小了一點 還有中間的位置的圖片有些不同 而Classic版的就是淺一點 但是字又會大一點 因為這個脫掉的蓋子跟這邊也是一樣的 閃燈位其實是一樣的 一點點不同 但是功能是一樣的 可能插頭會用一些不同的插頭 不過其實現在用菲林都少用閃燈的了 底部是一樣的 只不過新版本就多了個Sticker在這裡 寫相關這部相機的資料 四方八面就看完了這部相機 大致上是非常相似的 幸好這次拿到一部新版本的M6 因為2022年10月20日 當時是跟新版本的鋼咀一起宣布發行的 但是這部相機隔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到手 這個也算是偏來的 相對於鋼咀來說就早了很多度了 看看下次我拿這部相機去拍一下 看看效果會是怎樣的 感受又是怎樣的 如果你有興趣去了解更多關於這部相機的資料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旺角的門市去了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睇 下次再見 拜拜